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你低着头不想吃饭 爸爸忍不住说了你一句 怎么这点小事就把你击倒了 你却大声地喊 谁说是小事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被退稿了 我以后再也不要投稿 说完你就放下饭碗 躲进自己的房间 夜已经深了 望着你熟睡的脸 依稀还流着哭过的泪痕 妈妈忍不住要告诉你 爸爸妈妈知道退稿给你的打击很大 我们知道 你多么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 能在报纸上发表 人生不如一事 时长八九 要知道海浪只有打在大岩石上 才会激起美丽的浪花 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不前 轻言放弃 那么人生只怕不容易有成就 你知道贝多芬的故事吗 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耳朵忽然出了毛病 常常听不到声音 这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 简直是宣判他音乐生命的死刑 但是贝多芬并没有向命运低头 坚持对音乐的狂热 整日埋首于作曲当中 终于完成一首又一首 精彩绝伦的乐曲 有些人遭遇困境 但是他们却能坚持信念 不向命运低头 孩子 妈妈多么希望 你能学习他们的坚强 不要被两次的退缴 轻易击倒 你应该从失败中吸取经验 找出其中有待改进的地方 相信你的心愿一定可以实现的 祝你心想事成 妈妈 2010年10月25日